最近中国大陆传出两条关于金融业的重要消息 一条是习近平在中央金融会议上的指示 另一条是官媒求是的相关文章 两条消息代表的动向和趋势特别值得关注 10月底习近平在中央金融会议上要求 中国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 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加强金融监管等等 12月1日中共求是集资刊发了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 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文章 重申了习近平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并明确要求中国的银行 养老金金融 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 遵循马克思主义原则 服从习近平的领导 该文还充满了对习近平的阿虞奉承 说习近平以宏阔战略视野和深邃历史洞察 为金融工作举其定向 谋编布局 是做好新时代新征程金融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习近平的讲话和求是的文章 当然是希望为问题重生的中国金融业解套 但是用意识形态 用马克思主义 用确立习近平在金融业的核心地位 能不能够救到中国金融呢? 中国金融业会不会因此而进一步衰退呢? 内资和外资会不会都吓到外逃呢? 对这些问题求是的文章不会回答 他只是与外界说一个显移意见的事实 就是习近平正在为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指明方向 金融业何虚何从将取决于习近平的亲自指挥和亲自部署 习近平亲自指挥金融业似乎包括这样的几个方面 首先确立自己在中国金融业的核心领导地位 在这方面习近平好像很自信 他不是已经在党内建立了一人说了算的独裁机制 在军内确立了习指挥枪的说一不二的系统了吗? 其次建立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和习近平金融思想 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应当就是习近平的金融思想核心 至于市场的逻辑 他不会真正在乎 再有安插自己的亲信在金融重要崗位 以掌握前代子 习近平的亨虾议仗何立峰和李强 分别担任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书记 求是的阿虞文章应该就是他们给习近平的投命状 这样习近平亲自指挥金融业是不是有用呢? 依我之见 这个对中国金融业可能凶多吉少 自从新冠抗疫以来 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无不败不连连 现在习近平又冻起了金融的脑筋 这个可能会成为中国经济溃败的最糟败笔 这个不只是外行领导内行 政治主导金融 他对金融体系的强化控制 更有可能将中国带回改革前的黑暗荒诞年代 并且使财政和金融进一步失衡 已经毫不客气地大规模下调了中国金融的信用评级 这个可能让中国经济雪上加霜 这个评级几乎将中国的大银行一网打尽 被降级的八家中资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 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此外被降级的还包括18家中国企业 其中有13家央企和他的子公司 两家地方国企及其子公司 和三家民营企业 而习近平亲自指挥金融 有可能加快外资套利中国 本来外企在中国经营困难的根本原因 就是经济问题政治化和政策的招令直改 这些不确定性经常让长期外国投资者却步 现在习近平又提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 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这个更加客坏了外资 目前有不少西方金融机构 缩减了在华投资的规模 比如花旗银行在对华个人业务实施了战略收缩 先锋集团从大陆撤出其有限业务 就连一向为中国挖起唱赞歌 两年前还声称中国将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华尔街大佬 翘水基金创始人达里奥 都突然减持了三分一的中国持股 习近平为金融业举其定向更增加了正经环境的不确定性 中国金融业的复苏和发展似乎更加困难 以上是未普及的评论 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 我是胡帅南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